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当然我们不要看单独的这种 所谓个体经济 看台积电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它这个产业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我们看总经的话 其实今天造成这个原因的话 很简单嘛 第一个就是美国升息 美国这种升息法的话 美金都被吸回去了 对不对 现在全国的全世界资金都在撤 回流美国 回流美国 你看好台湾的股市吗 你觉得未来有5% 4%的这种 这种获益吗 可能都没有了 你拿到美国放到银行里面 就4% 3% 4% 对不对 所以现在就是说美金不断的回流 而且美金不断的在升值 对不对 一个升值一个利息 就把全世界资金都收息回去 台湾不是前一阵子 我们的央行总裁还说 要进行外汇管制 反映的就是台湾的外资一直在撤 不只是外资 我看我们台资也有些往美国跑 都说不定了 所以这个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升息 这个是一个大环境 它造成的大环境 第二个衰退 经济衰退 现在美国已经第二两个季度连续的是负成长 第三个季度到现在还没有公布 因为照美国的照经济学理论的话 你连续两季是负成长的话 就已经所谓的机械式认定为经济在衰退了 美国是不承认 为什么 美国第三季到现在也不报 然后呢 美国有一个机制是专门来认定 是不是有衰退情况的 到现在也不做报告 因为美国要选举了 基本上在给现在的拜登做求 所以就不谈这些问题 造成的你通膨 你这个升息 你通膨造成的升息 升息造成的衰退 这是大环境 大环境 你就是这个情况之下 再加上美国专整晶片 美国在晶片上转了多 就基本上在怎么样 切断供应链 切断供应链 对尤其像台积电这种 所谓的晶圆代工产业 它的顾客是遍及全世界的 全球的 那你把它切断的话 不是把台积电的市场 财路给切掉了 对不对 这又是一个原因 第四个台积电被搞到美国去 被美国现在在拆散 在把他公司什么肢解 搞5奈米跑到美国 将来要5奈米都要搞到 美国生产吗 对不对 到日本也设了一个厂 在雄本县已经在开始生产了 现在欧洲厂还在设 台积电你把它肢解 那台湾的公司 当然股票是有问题的 再加一点 美国最近老是在放这些话 都对台积电不利 战争论 战争论 台海要打仗了 台积电要不要给它炸毁 这些工程师要不要给它 都到时候接到美国去 谁在讲 叶伦 布林肯 然后美国的布林肯 这些大媒体都在谈论这些问题 你再谈下去真的把台积电就害死了 所以台积电基本上大环境不好 美国又老拿它开刀 然后对台湾整个不好为什么 台积电是一个龙头性产业 它是一个群聚的头 它相关的群聚的产业非常的多 而你美国现在打击的对象是中国大陆市场 你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市场 我就两个数字 第一个台湾所有的外销 中国大陆市场占43.5% 第一个 第二个43%左右呢 是我们外销大陆的产品 这些电子产品就占40% 所以你把大陆市场可以给我 给我破坏掉的话 对台湾来讲 整个经济就往下走 重创台湾经济 你重创台湾经济 谁还投资台湾的股市 外国人老早在撤资了 台湾人也不敢投 所以我奉劝 这个蔡英文政府要好好从 所谓的根本面去解决问题 那不要再在那边 老是用我们这些退休金 劳退府金 大家的这个血本 退休的本金 在那边去救股市 就是很难的救不回来的 问题这个是一个 本来就是一个这样子 你美国自己给开采的量放大 可是这种民主党又很伪善 他是环保主义者 他是要减轻使用 减少使用这些化石能源 那化石能源最主要就是石油 对他不是要搞绿能吗 他不是要搞清洁能源吗 基本上就是要减轻这个石油 所以拜登一上来就把这个加拿大一个油管 他计划就停了 他也停了很多这些石油公司大的开采案 所以这个就要看拜登同不同意了 拜登是不是双重标准啊 就是说这个看政治有利 他这些理想就丢到一边了 我觉得拜登是非常伪善的人 他这个意识形态太重 他这个补贴美国产业这些钱 基本上都是浪费 美国的历史上从来不太补贴这些产业 可是他现在说美国没有竞争力 要政府拿钱给这些产业 给这些汽车电动车 给这些晶片产业 美国从来不干这种事了 他居然干了 可是一干就是数千亿美金 上兆美金的往里丢 这你现在你造成通膨的 就是这样无缘无故的印钞票嘛 那另外一方面 你现在你就说石油叫别人减产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增产呢 对吧 你自己本身有这个能力 你自己不做 叫别人牺牲别人的利益 那本来就不对啊 可是问题他说我是环保主义者 我不喜欢用更多的这些 那所谓的话实在讲 那你为什么别人减产 你不反 你反对了 对 减产都是好事啊 所以别人不能减产吗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伪善的一群 数多重标准 对他有利都可以做 对他不利的 自己不做还叫人不准做 所以说真的是很 美国这些劣根性太强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 慢慢要浮上残面了 现在大家在判断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是美国事前知不知情 对 这个问题我认为 美国是不知情的 你看看白宫今天白宫的那个发言 还有这个拜登跟这个 跟着泽伦斯基通电话 就这两项 美国对这个事情没有产生 采取任何强烈的措施 对 其实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 对 可是美国的反应相对温和 所以是有人传言这件事情 是美国不知情是要干的 我认为美国知情也不会让 也不会开绿灯 我觉得这个讲法根本就是 此地无银三百两 美国绝对不会同意乌克兰 这个特种部队或什么部队 去攻击俄罗斯的本土 虽然我前一阵子就说过 就是说乌克兰可以 它有的讲法就是说 谁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 对不对 乌克兰一直说 这不是俄罗斯的 可是问题美国人是很实际的 是不是俄罗斯 我现在不跟你讨论 你就是不要去动克里米亚 对不对 你就不要动 跟俄罗斯本土很敏感的这些部分 你通通不要去动 我想美国会坚持 如果乌克兰要跟美国商量好 才去办这件事的话 美国一定是踩刹车的 不会让他做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 乌克兰国防工业协会的 这个理事长出来讲 我觉得我根本认为它是胡扯 胡扯 对 这个绝对是 如果美国知道 美国不会同意的 对 这个其实就提升 对乌克兰的压力 那白洛俄罗斯本来就是 跟俄罗斯基本上是攻守通盟的 他本来就可以一起联手 参加战争的 所以他们这个基本上 他是可以随时动员的 那这个请白洛俄罗斯总统 亲自出来说就是给 泽伦斯基施压 白洛俄罗斯基本上 他跟这个乌克兰边界线也很长 他从北边往下一走的话 很多可以把乌克兰拦腰折断的 截断的 所以他事实上的话 虽然伦敦这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我觉得也不能形同而戏 这两军白俄罗斯跟俄罗斯 两军协同化 那泽伦斯基更不要玩了 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今天这个 克里米亚大桥被炸的后果就是这样 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战争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了 特殊军事行动第三阶段 你知道这个指挥官 特殊军事行动指挥官也换了 换成空天军的总司令 也就是将来就是这种远程精准打击的 那这次打的就很清楚 打的已经是民间基础 关键基础设施了 那个就是让你的整个的生活 老百姓的生活 然后你的后勤补给 这些民生必需 他都要开始作为攻击目标了 这个本来这个空天军司令 他本来就是叙利亚的 在叙利亚这个战场上 是普丁所听说普丁的五大爱将之一 他用这个人做总司令 基本上指挥官 基本上就是战略 战术战略通通改变 所以这个战争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 这个会不会有第四期不知道 第三期的话我认为基本上就是以打击 关键基础设施瘫痪 事实上乌克兰的老百姓的民生 进一步瘫痪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为目标 第二个就是斩首打击 因为这个梅德韦杰夫 他这个就是俄罗斯的普丁的这个最亲密的战友 梅德韦杰夫他已经说了 我们现在的特殊军事的行动 就是要除掉这个乌克兰目前的这个政权 所以昨天的这个飞弹已经打到总统府旁边了 已经打到总统府旁边了 所以我觉得第三阶段的军事行动已经展开 而且它的重点跟核心这个战略 也已经未宣而已经实际在做 我是觉得南韩现在这个基本上 它也是分成两派了 那种像以前这个文在寅这一派 他是希望这个武装不要再往升高了 事实上你看他这个 在有关萨德的事情上 他基本上他就比较保守一点 现在这个尹錫悦 这是代表另外一派 他们是主张强硬的 跟美国这个结盟再争强 所以我觉得韩国在两派之间拉拢 所以现在其实对韩国来讲 继续升高他的武装态势 对他是很不利的 他没有战略重生 没有战略重生他要打这种盒子 或者说打升高他的冲突 他很容易就毁灭了 他现在其实就很困难了 你知道你从仁川机场 往首尔走走到那边左转 你左转就进北韩了 右转就进首尔了 两个距离差不多 这太近了 所以我觉得韩国的这些人 真的要有一点远见 你不要把曹星干的 变成武器库 武器库 武器库互相对着打 三分钟就结束了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高精密武器 你打谁 打500公里就通通解决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里面 我看又有这种军工复合体的味道 有人真的是丧失理性 那其实日本倒是基本上比较 日本国内的各种这个思想界 还有他战略界 他倒是比较有一点节制的 日本就不发展导弹 他也不让这些核武 还有这种远程的打击的武器 上日本岛 因为他知道对他们的意义 你能打别人 别人那么广阔的领土 你日本能承受几弹 对不对 你跟俄罗斯比这方面 日本不具备那个条件 最好是不要往那条路走 南北韩也一样 尤其你碰到 你又碰到金正恩这种非理性的 你去跟他玩非理性的 对韩国一点好处都没有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金正恩 因为他基本上是 全世界最孤立的政权 缺乏安全感 你韩国缺乏吗 你要搞武器竞赛的话 基本上的话 对韩国一点都不有利 你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弱鱼帮你来打折